今天 海珠区举行高质量发展大会 继扒州省级经济开发区接牌一事 2023年 海珠区拿出三年工程锚定两年干的尽头 力争把更多作战图 施工图变为实物量 价值量 2022年 面对疫情等因素带来的冲击 海珠区精准发力 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500亿大关 增速高于市平均水平 2023年 海珠区谋划283个重大投资项目 总投资达5413亿元 接下来 海珠区将争取每季度都有好项目引进和落地 今年我们其实是和咱们海珠区和帕州管委会员 和打造了两个合作项目 一个是我们一块做了帕州指数中的教育大数据指数 第二块呢 我们是和海珠区政府共同打造了 咱们海珠区的教育大数据中心 也在去年的年底正式投入了使用 那么今年呢 也希望能够借数据中心的恶地 能够推动整个海珠区教育大数据的发展 2022年10月 爬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 获评为广东省经济开发区 是当时广东省唯一入选单位 大会现场举行了广州爬州经济开发区接牌仪式 多位企业代表表示对海珠区高质量发展充满信心 在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就我们对市场的一些信心 包括他们以后的一些发展规划 在而且爬州这里的话实际上是有爬州实验室 也做海珠也有中大 所以我们已经跟它实际开始一些科研发展的合作 下一步 海珠区将强化规划用地保障 持续加快土地储备出让 坚持拆 置 兴并举 以一工程三行动加快推进城中村系统治理 同时坚持以安全为导向 坚决大力整治城中村违法建设 今年内全面完成康路片区违法建设拆除工作 推动人居环境治理提升